外面上的这位秦龙吕佳萱 为了要合作专郎帮提供有一个芭蕾 千年前跟太太回到安家了 当时社群人都带渐渐流行 所以用面图的人越来越多 吕佳萱迫到去看看心态 开始在面图上面买芭蕾 想不到更真的有人来买 刚好在滑手机的时候 刚好看到有脸书上面在卖芭蕾 有想说也可以顺便帮我们的芭蕾 放在脸书看看啊 看可不可以帮芭蕾推广出去 然后想不到受大家的好评 之后就慢慢的往脸书去推广 把这种东西买出来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吕佳萱说初开始这种族行放上去榜楼 后来才发现 那种设计和设计都很重要 因此它是给亲口 还是披图做鸭皮顶顶的旗卡 开头更多客丸 经由脸书到现在的电商啊 还有很多现在的团爸团妈 都有上网来订购 然后更好的是年外岛的金门 马祖 还有国外的加拿大还有爱尔兰啊 也有订购我们的芭蕾去那边使用这样子 在了邦后行销之外 旅家宣也看到荣蕾欠缸的问题 四五年前就采用无人机来压肥 对人把咖喱酱价格是在30年前 就建立温散芭蕾的梯道 不然是新鲜和新鲜 为过去的一家盆增到现在的四家我 一年台湾可以收成30多万斤的芭蕾 南天市门奥迪在后面采访报道 再见